澳門博金局早前撤銷了博企員工上班要核酸的措施 再三改為全路賭場在7月1日開始有限度經營賭桌 大部分賭場員工就被安排放假 歐醫亦有向博金局查詢有關措施具體情況如何 而當局正回覆 呼籲博企配合衛生當局的防疫指引 加強防疫工作 減少人員聚集和流動 保障僱員和客人的安全 對於要求有限度開賭桌的一事就沒有正面回應 根據博金局最新的數據顯示 全澳賭場有42間 而每一間只開10張賭桌以下計算 全澳目前有開的賭桌可能不夠400張 今年首季 澳門有營運的賭桌就超過6,000張 為了證實賭場有限度開賭桌的這件事 我們在7月1日去到新普京中場看過 一進去一大個場的確只有3至5張賭桌有開 其餘大部分賭桌全部被拉帶圍封起來 但賭場裏面的所有各自機就是如常運作 接受投注 不過可想而知 場內的賭客就是十隻手指都掃得光 職員的人數就是比客人還要多 至於日前博金局急煞亭、博企和地盤員工 上班要核酸的要求 相信入賭桌的客人同樣是受豁免的 就當日記者進入的時候 只需要快測結果呈陰性和錄馬就可以入場了 外院也有和博彩業界人士談過 他們就說雖然現在賭桌數目是減少了 但有個別賭客依然是很捧場的 反而導致人群集中煞在開放的賭桌裏面 令人流聚集 現在今天看上去雖然開五台 但是每一台都很多人 其實真是開五台消化不完那些人 反而還散不了那些人 因爲人一樣照進來 但是沒有做到減人流最終的目的 所以就是爲什麽政府不一刀切去刪掉 那些賭桌呢 令到那個傳播鏈不會這樣 整個社會好像不斷 你搞到我們都無所識從 業界還跟我們說 部分堅持上班的同事 就留在中場裏面無所事事 你眼望我眼 而這一波操作業界都只能開探 我們真是無所識從 那麼非常記得